清朝末年 法国使臣罗杰斯 觐见大清皇帝 说贵国的太监制度 将健康的男人变为残疾 这太不人道了 还没等皇帝开口 贴身太监姚云 就抢先训斥罗杰斯 说这是陛下的恩赐 奴才心甘情愿 公使怎可以诋毁我大清国律 这个故事流传甚广 不只是被媒体和学术著作引用 甚至还成了高中议论文的论点和论据 很可惜这个故事是假的 首先依据中国近代史诗日志中的 外国使臣名录 根本就没有叫罗杰斯的外国使节 连发言相似的都没有 其次啊 这个叫姚云的太监也是不存在的 各国公使觐见皇帝这个事 是发生在1873年 六国公使觐见同治皇帝 法国公使叫热弗里 也不叫罗杰斯 这次觐见呢 是由俄国公使演讲 再由翻译翻译成中文 不存在想象中的各国公使 和同治皇帝聊天 由于各国公使只居公不下位 同治皇帝也十分不满 以后啊 也没有再接见外国使臣 1875年同治去世 大清朝廷就以皇帝年幼为借口 也不再让外国使臣去见皇帝 直至光绪成年 觐见制度才逐步恢复 可光绪皇帝身边 也没有一个叫姚云的太监 其实这个让大家信以为真的故事 只是2007年网友自己编造的一个段子罢了 现在我们会讨论地下述的一个段子网友 也没有一个段子网友